CBA第一阶段 李春江带领的上海队 可以说是掉进了泥潭之中 上海队一度遭到了五连败 成绩下滑到积分榜倒数第四位 值得一提的是 五连败也是CBA七冠教练李春江执教生涯 最为惨痛的经历 想想上赛季 上海队在李春江的带领下 可以说是意气风发 在季后赛一路冲击了四强 创造了球队近十多年来 最好的成绩 随着上海队不断输球 主教练李春江也是受到了很多质疑的声音 有球迷表示李春江已经是江郎才进 他已经不适合上海队 应该要快点下课 可以说李春江下课的声音不断 然而上海队成绩不好 真的是主教练李春江的问题吗 其实并不然 因为球队两大外援 比斯利和富兰克林都表现十分差 由于CBA联赛采用赛会制 比斯利显得十分不适应 他放荡不羁的情况表露无限 在一些比赛中 我们可以看到比斯利就是出攻不出力 最终 比斯利与上海队是分道扬镳 小外援富兰克林 在深西队时 可以说是打得风生水起 一度场均都可以拿到三双的数据 被认为是CBA最为顶级的外援 然而 在上海队富兰克林变得像老夜车一样 不管是进攻端 还是在防守端 都失去了当年风采 不得不说 比斯利与富兰克林已经成为了上海队的独流 成为球队不断输球的关键因素 第一阶段的比赛结束之后 上海队也是不得不送富兰克林离开 自富兰克林被北京队汉将王先生撞伤之后 他就再也没有恢复到以前的状态 似乎是一下子没有了力气一样 利用CBA休赛期 上海队也是积极签约了两个新外援 布莱德索和奥布莱恩特 随着两位新外援的加入 上海队也是得到了新的活力 特别是布莱德索的盗篮 让上海队在进攻端多了一位关键先生 CBA常规赛进入第二阶段之后 国内球员刘真 颜鹏飞 李天荣也是开始复苏 找到了往日的风采 如此一来 上海队终于迎来了爆发 在最近16场比赛 上海队取得了14胜2负的成绩 胜率达到了87.5% 成为CBA近来成绩最好的球队之一 至今 上海队以15胜8负的成绩 上升到了CBA积分榜第5名 充分说明了 上海队已经进入正轨 随着上海队成绩越来越好 李春江下课的声音 也是渐渐消失 从上海队的表现来看 一方面说明了 CBA球队的外援很重要 如果 一支球队没有一个好的外援 那么 不管你是哪支球队 想要赢球都会变得很困难 另一方面也说明了 李春江的职教水平 依然是CBA顶级的存在 他对球队的整合 对球队的调整能力 还是非常出众 当然了 上海队并不满足前5名 他们的最终目标是 冲击CBA总冠军 根据国内知名解说员 徐勇透露 在CBA第三阶段 上海队将会签约一名 前NBA内线球员 继续补充球队内线实力 其实 上海队这个影员也是非常有必要 因为大外援奥布莱恩特 实力很一般 特别是他的进攻能力十分水 至今 他的投篮命中率只有45% 作为一名内线球员 投篮命中率只有45% 明显是不合格的 如果 上海队再签约一名实力不错的中锋 那么 他与王哲林联赛 让上海队内线实力达到CBA顶级的存在 再加上 后场拥有布莱德索 特林布尔两名实力出众的外援 那么 上海队在整体实力方面 完全不会输给辽宁队 浙江队 广东队这样的真冠球队 冲击CBA总冠军的概率 大大提升 各位看官 您看好上海队夺取CBA总冠军吗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 不迷路